我是叶向辉 我在英国伦敦 我距离家乡武汉八千八百公里 春节我和家乡零距离 我在英国现在是从事网络设计相关的 我在英国念的是伦敦艺术大学 学的是平面设计专业 到现在已经工作六年了 我今年应该没有爸妈回去过年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很难协调出家庭出来 这应该是我在英国度过的第八个春节了 这么多年在外边过春节 没有陪在爸妈身边 对我爸妈而言 他们也觉得年味可能越来越淡了吧 但是每一次我休假回国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次春节 就是一次全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团聚 我还挺牵挂我妈妈的 我最牵挂应该就是她了 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出国的时候 我是自己非常执意的要出来 其实她不是很同意 然后我准备出国的材料 然后去参加学校的面试什么的 都是我自己去处理的 然后直到最后我拿到了学校的offer 然后确定要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走了头一天晚上 我妈突然在家里抱着我嚎啸大哭 然后其实还蛮揪心的 就觉得二十多年一直都在妈妈身边成长 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 一直就是听老师讲说 学设计的人就应该都去国外走一走 看一看 去感受一下国外的艺术氛围 然后可以说就是一直有一个梦想吧 就是说都毕业之后 要出国去感受一下最真实的艺术发源的 就是现代艺术发源的这种地方 伦敦的街头就像一个艺术的宝库 就有很多经过几百年 甚至更久的各种沉淀下来的艺术的累积 尤其是建筑这方面 然后走在街上 其实就像一个 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的博物馆里头 经常会发现一些很小的很细微的东西 然后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 也许可以拿来借鉴 我来做一些新的花样和尝试之类的 我想对我爸妈说 爸妈新年快乐 又是一年春节 朋友陪在你们身边 跟你们一起庆祝 我希望你们保重好身体 要不了多久 我马上就要回国来看望你们了 等我回来哦